近日,网络上传出了一则消息,称吴欣和杜海涛经营的火锅店,因为爆出了菜中有苍蝇以及卫生做得比较糟糕,而被责令了停业整顿。 让这样的一条消息,在网络上被曝光出来之后,纷纷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据有关的网友透露出,有顾客曾在店内用餐的时候,突然发现菜中出现了一只苍蝇,然后对该店进行了投诉。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该店的服务员却表现出了比较差的态度,而且对于顾客的投诉并不给予理会,因此那位顾客最终选择了进行举报他们。 然后有关的人员接到了举报之后,迅速地来到了现场实地勘察,并确认了该店的卫生管理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从相关人员的拍摄照片中,可以看到了他们这家店的后厨简直就是一片狼藉的样子。 不仅墙壁上都沾满了垃圾和脏污,而且还有大量的苍蝇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实在让人看上去都觉得极其的不舒服。 并且他们的这家店还被爆料出了,当下并不具有经营许可证,然后在各方面的卫生条件,都没有达到相关规定的标准。 因此他们的这家店目前已经被责令了停业并要求了立即进行整改。 而网友们,在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之后,也是纷纷在留言区热议了起来。 有的人吐槽到了,看到这个后厨都快要窒息了,看来今天是不敢再吃外卖了。 而有的人则是评价到了,好多明星开的店都是又贵又一般的。 甚至还有网友感叹到了,这后厨的卫生真是差矮。 看来大部分的网友们都对于吴欣和杜海涛所经营的这一家店,在心中的形象,都已经是大大的给打折了下去。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他们的这家店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业的,两人给占持了一定的股份。 他们当时在开业的时候,不仅是两人都同时来到了现场,而且还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明星效应,因此在经营的这段时间当中,很多粉丝都是冲着他们的名义而去支持的业绩。 不过到如今才仅仅经营了一年多的火锅店,就被爆料出了这样的卫生问题,确实让不少的粉丝们都感到了唏嘘。 然而不少明星们所投资的餐饮店,也是曾被爆料出了卫生方面的问题。 记得在之前的时候,薛之谦所投资的火锅店也被爆料过类似的问题,后来也被责令了停业整顿。 不过好在后来的薛之谦,即使在网络上发布声明了致歉,表示今后会加强卫生方面的管理,并且态度十分的诚恳,因此获得了不少人的谅解。 而且由于他的店经营的时间比较长,在上海已经颇有不小的名气,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恢复了人气。 可见在经营一家餐饮店的同时,卫生方面的管理是有多么的重要。 并且明星作为一个公众的人物,不管进入到哪个领域发展,更应该要身先士族和做出一个好榜样来,而不能做出一些不爱惜自己羽毛的事情来,这样只会辜负了所有人的信任与喜爱。 那么,在对于吴欣和杜海涛所经营的这家火锅店当下已经被停业的这件事情上,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